胡鸿君这天换上多款不同造型 卫生碟拍摄封面 等了一年多 终于等到Hilbert再出碟 相信无论他以什么造型现身 歌迷都一样那么满意 但是为什么这一幕 Hilbert会带着一双忧屈的眼神 押着另一位男士的肩膀呢 男伴紧紧地抱着我 今天我来到拍这个 未来新专辑的封面 今次这个专辑的主题 就是为什么会有两个男人 同时隐出现呢 其实两个男人都是我自己 其实寓意将 旧的自己和新的自己 互相 好像是一个拥抱 好像是一个Fairwell 新的自己和旧的自己说Bye Bye 旧的自己好像已经完成了他的一个使命 可以暂时画相举好 向着一个目标新的里程出发 Hilbert在2021年不单止剧接剧 兼唱了多首剧集歌 在其他的音乐作品上 亦作出了不少新上司 Hilbert就说 突然觉得需要作出改变 是因为这个原因 年纪 老了 就开始觉得 真的很想忠于自己 或者是勇敢一点 真的去做一些自己 可能一直以来都很想做的事 或者是 其实我整个说 也是想将入行到现在 这接近十年的时间 但好像画上一个小总结 那将那十年 好像又应用了一个主题 就像是旧的自己 就暂时放下 就去迎接一个新的自己 一个新的自己 其实某程度上都是 在一个不断的摸索 不断的一个 Trial and Error的阶段 所以 不过我都很幸运 就是今年的新尝试 目前都得到很多 乐迷的支持 得到他们的鼓励 所以就令我更加有信心 去继续勇敢地 跳出一个舒适室 去试多一些不同新的东西 一个人要走出舒适室 做一些自己未尝试过的东西 难免会担心和不安 Hilbert也不例外 你说我完全没有去思考 就一定骗你了 但我也没有真的过去思考 就是我会觉得 好像刚才我所说 忠于自己 就是我觉得 真的喜欢自己的乐迷 是会喜欢我所有的 不同的一面 最重要我是 在做最真实的自己 所以就 没有过分太担心 反而就 真的有很多意外收获 很多行内的朋友 他们会发信息给我 你今年这个很特别 今年这个很棒 等等的一些很鼓励的信息 然后我的乐迷 都真的看到他们的留言 看到他们都很支持我 他们都说 不论我玩什么音乐的风格 做什么的歌 他们都会支持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 人心心 你现在会不会越来越大胆 如果这么有支持的 一些信息 都会的 我都希望慢慢再去 尝试和发掘更加多新的可能性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有点 安全